姜枣茶,除湿气重,去水肿减肥胖,一个月排进体内湿毒,脸色更红润,体重也减轻了。 姜枣茶,特别适合夏季饮用,不但能排出体内湿毒,长期饮用还能美容养颜,减体重。 姜枣茶使用材料。 姜、葱、红糖或者蜂蜜。 制作的方法 1. 生姜去皮切片。 1. 生姜去皮切片。 2. 大枣去核,画口。 2. 大枣去核,画口。 3. 将姜、枣、红糖、蜂蜜,放于捆中煮肺。 3. 将枣、枣、红糖、蜂蜜,放于捆中煮肺。 1. 枣中含有大量维生素,能提高免疫力,减少胆结石的产生,还具有滋阴补羊、补血的功效。 2. 生姜可以健康。 2. 生姜可以健脾温味,具有活血、驱寒、除湿、发汗等功能。 3. 饮用江澡茶能促使血管扩张,全身有温热感,具有强心,促进消化的作用,女性长期饮用可以美容养颜。 4. 夏天炎热,体内阳气空虚。 此时喝一杯江澡茶,既能补体内阳气之需以温中,又能助阳气发散以排寒。 5. 恰好符合《黄帝内经》,春夏洋洋的宗旨。 5. 暖心小贴士,江澡茶最好是上午把它喝完,因为生姜下午3点以后喝会影响睡眠。 5. 今年夏天我就开始尝试喝江澡红糖水,到现在大概有一个多月了,对身体影响挺大的。 1. 从小伴随我的鼻眼好了,告别了用嘴呼吸的历史,不再整天为鼻子不通气而烦恼。 2. 鼻眼好了,随之大脑也清醒了。 3. 手脚不再出嘘汗了。 以前一年四季没有不出汗的时候,现在好了手脚基本上都能保持潜爽。 4. 脚冲好了,即使这么热的天,跑一天的业务,脚也不冲了。 5. 烂脚缝,脚气,也基本好了,只是左脚还有两个脚缝有时有点痒,告别了整天搓脚趾的幸福而痛苦的生活。 6. 胃比以前舒服多了,基本没难受过。 6. 胃比以前舒服多了,基本没难受过。 6. 一个月排进体内湿毒,脸色更红润,体重也减轻了。 7. 姜枣茶,特别适合夏季饮用,不但能排出体内湿毒,长期饮用还能美容养颜,减体重。 7. 姜枣茶使用材料。 7. 姜枣,葱,红糖或者蜂蜜。 7. 制作的方法。 7. 制作的方法。 7. 生姜去皮切片。 8. 制作的方法。 7. 制作的方法。 9. 制作的方法。 2. 大枣去核,画口。 8. 制作的方法。 将姜、枣、红糖、蜂蜜放于捆中煮沸 将枣茶的功效与作用 1. 枣中含有大量维生素,能提高免疫力,减少胆结石的产生,还具有滋阴补养、补血的功效 2. 生姜可以健脾温味,具有活血、躯寒、除湿、发汗等功能 3. 饮用将枣茶能促使血管扩张,全身有温热感,具有强心,促进消化的作用,女性长期饮用可以美容养颜 4. 夏天炎热,体内阳气空虚 4. 此时喝一杯姜枣茶,既能补体内阳气之需以温中,又能助阳气发散以排寒 恰好符合皇帝内经,春夏养阳的宗旨 5. 暖心小贴士,姜枣茶最好是上午把它喝完,因为生姜下午3点以后喝会影响睡眠 5. 今年夏天我就开始尝试喝姜枣红糖水,到现在大概有一个多月了,对身体影响挺大的 1. 从小伴随我的鼻眼好了,告别了用嘴呼吸的历史,不再整天为鼻子不通气而烦恼 2. 鼻眼好了,随之大脑也清醒了 3. 手脚不再出嘘汗了,以前一年四季没有不出汗的时候,现在好了手脚基本上都能保持潜爽 4. 脚臭好了,即使这么热的天,跑一天的业务,脚也不臭了 5. 烂脚缝,脚气,也基本好了,只是左脚还有两个脚缝有时有点痒 6. 告别了整天搓脚趾的幸福而痛苦的生活 6. 胃比以前舒服多了,基本没难受过 6. 胃比以前珍遵ress turi,以CH到二周童的幸福 North respectful公主会 5. 属 Ricardo,特anship Żyd hipp市公主 управ小企vio 6. 蜃比以前是 tú,如果征迷回 mixed谷和难受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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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许 Strategy 黄比 SayCook觉